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南北韓的和平握手 日本人已經坐立不安了 所以日本是不是會在這個時候 在對台獨的勢力 支與傲援 這是值得懷疑 先總統當年的對日本人不殺之人 那造成了整個台獨亂源 其實這是史料未及 那兩岸現在大陸對台灣釋出的善意 蔡英文政府不是不懂 她很清楚 這不只有三十億項 她還會陸續推出來 那這些善意基本上在民間已經感受到了 所以民間台灣內部的主流意識 已經對大陸的看法 是在從惡轉向善的看法 所以是對大陸的好感逐年的增加 逐日的增加 搞台獨的人他不會不懂 他很清楚 我們也都希望大家能夠加入WHA 對台灣有幫助 而且台灣的醫學所有的研究報告 也能提供給世界 加會與世界 但是今天重點不是大陸不讓你去 重點是因為 為什麼馬英九當年執政的時候 台灣可以去 重點就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現在的政府 破壞了兩岸的和平的機制 基礎打破了 馬錫會能夠見面 為什麼蔡錫會不能見面 當然可以啊 但是這不是所謂前提 這是默契 我們以前從唐山過來叫做千古人 我們叫千古人 那我爸爸當了二十年的日本人 他沒有辦法選擇 因為他從出生的時候就是昭和 就是大政十四年 一出來就是日本人 那我的祖父是 前一段是清國人 後來變成日本人 但是當年的日本人 他們是心向祖國 就是中國 所以對我們現在 你搞台獨 那很多人 因為從民進黨執政以後 他搞混了很多人 很多台灣人 他為什麼沒主張說他 他是中國人 他不是沒主張說他中國人 他是讓他們説我們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 我們不記得你是什麼人 其實 台灣倒立 你們已經說了那麼多年了 在民間你們都聽到 青年你也知道 準支持你的立場的人 大家是對中國越來越好感 對大陸越來越好感 所以應該是憲來的念 蔡總統你應該面對這個現實 我是怎麼會說一直支持 蔡總統跟實際平民 大家坐下來說 我們支持他 我們也希望這個戰略 所有方面都不用有戰略 這對中華民國 比較有幫忙 但如果蔡英文一直抱持著她支持台獨 她不承認台灣人是中國人的立場 習近平可能見他嗎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那見了以後又該怎麼辦呢 可是回過頭來繼續講 這個是台灣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中國人 其實這也就決定了我們台灣未來一百年 我們到底是不是中國人 你看看重慶 你怎麼能夠遺忘你自己是中國人 重慶在八年抗戰的時候 被日本轟炸了六年 這是全世界被轟炸最長久 最悲慘的一個城市 而當時老百姓有個標語叫 欲炸欲強 我沒有辦法反抗你 你這個敵人太凶殘了 你看到平民的百姓的居住地你就炸 當時的大使館 重慶的大使館也全部都被炸 你怎麼去炸民居 醫院 大使館 戲院 你什麼都炸 最後那些領事館 大使館全部都搬到 重慶旁邊有個叫黃山 叫南山的地方 南山的地方 然後呢 蔣介石 宋美寧 國民政府最後也都在這個黃山上面辦公 為什麼呢 因為上面的樹非常非常地高 非常非常多 日軍來轟炸 一天到晚就是想要把蔣介石炸死 可是找不到他在哪裡 常常來炸 可是都炸不到 這個南山呢 總共有五百多畝 它其實南山我去 前兩禮拜我去的時候 那感覺很像台北的陽明山 在上面 它總共 光是遺址有四千多平方公尺 有十五處的遺址 它原來呢 是在1920年代 洋行的買辦 叫黃雲街 他在那裡 買了那個山 然後蓋別墅 又取名叫做黃家的花園 所以後來當地的人就叫它黃山 那我們本來我們的首都市的南京 那日軍一直打一直打 就從南京一直牽 牽到武漢 然後再牽 牽到重慶 到這裡的時候 顧慮到日軍就是一直炸重慶 所以呢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就從這個黃街手上 把這個黃山買了下來 買了一部分下來 蔣介石跟宋美玲在重慶的時間 絕大部分的時間都住在這裡 我去看的時候 最重要的三個建築物 一個是孔元 就是孔二小姐她住的地方 而這孔二小姐就是我們台北 圓山大飯店 就是孔二小姐她設計監督改的 它整個建築都是原建 那裡面有一些家具已經是複製品 這一個是原建 這個是原建 然後松廳 松廳是宋美玲住的地方 門口這個窗子下面就是孔二小姐住的 所以她在宋美玲站在這個走廊這邊 喊一下孔二小姐都聽得到 這是宋美玲的梳妝台 這個在玻璃櫃裡面的松廳兩個字 這是當時蔣介石蔣公他親筆寫的原建 從當時一直保留到現在 這個雲秀樓就是當時所有中國最高指揮中心就在這裡 這裡有一個當時中華民國28年的地圖 這個地圖 然後坐在這個辦公室裡面 所有抗戰的時候最高的決策都是在這裡 這個是蔣介石他的辦公室 這邊寫堅苦卓絕 可是這個堅是堅毅不拔的堅 他故意這樣寫堅毅不拔 然後注意看喔 這個地方就是這個角落 當時日軍轟炸 1941年8月日軍轟炸的時候 一顆炸彈掉下來在這裡 蔣介石差一點被炸死 我們聽他怎麼講 1941年8月30時 那天蔣介石據說是 一如往常的上雲秀樓辦公 那天是日軍少將遠藤三郎 帶了27架飛機對黃山實施轟炸 當時就轟炸到雲秀樓 雲秀樓的翼腳那是直接是被炸毀的 文綺 我想說還是要直接講啦 當然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因為你一個沒有歷史文化根的國家的人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國家很難偉大 不過回過頭來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從剛才我們所有的來賓的講法 其實我說真的我們對蔡英文總統 基本上已經沒有任何期待 從剛才講的我們說一開始他還記得嗎 他說你可以大聲可以拍桌子 到最近他說麥克風不見了 所有人寧心常常講的一句話 我們大家都知道他在說謊 可是事實上他已經說謊呈現 回過頭我們來檢驗一下 我剛才講說為什麼我說 我們剛才舉例了那麼多的一個國際的例子 其實如果之前你解你知道嗎 去年就一整年我們的FDI 所謂的境外投資其實才七十幾億美元 事實上台灣的經濟越來越差 所以老共到底會不會需不需要打你 因為時間是站在他那邊 更何況因為現在安倍晉三 因為他的家計學員他的生有學員 他自己自顧不小 現在加上他跟李克強碰面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基本上掉一台 基本上他不談 包含昨天美國總統川普 把伊朗的一個合議 把他給撤除掉了 其實講白了 如果這些台獨的分子 還是一直寄望說 美國日本真的會幫的話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身為國際關係的學者 他不會不知道 可是我覺得最糟糕的就是說 如果他不知道很可悲 可是他如果知道了還要硬幹 讓台灣陷入無限底的一個聲音 這個人就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 我們當然看到重慶的這個精神 我覺得我們要好好的告訴我們自己 當然那是台灣人 但是那也是中國人 大家一起好好努力 重慶代表了我們中國 在抗戰裡面的苦難 然後也代表我們艱苦卓絕的精神 而且看到重慶 看到敵人可以這樣兇狠地丟炸彈 不計一切地丟 日本為什麼打中國 不就利益嗎 日本為什麼說釣魚台是他的 不就利益嗎 那日本對台灣會存有好意嗎 董哥 當然不會啊 他想方設法就是要併吞 我們被拘捏 然後一路退到重慶 重慶是一個散城 已經退無可退 可是日本人也比較難進攻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中國人在這裡保存了嚴禁 而且變成了一個大的龍 今天是5月9號 5月9號其實叫做國恥日 為什麼要叫國恥日 民國四年 顏世凱跟日本人簽了21條協議 把中國在山東的原來被德國人佔領的 然後交給日本人 這兩天前你在節目上講過 所以全國都認為這是奇恥大陸 叫國恥 那你今天看到了 我們被侵略 然後一路退到重慶 重慶是一個三層 已經退無可退 可是日本人也比較難進攻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中國人在這裡保存了嚴禁 而且變成了一個大的龍爐 很多人撤退到這裡了 所以到了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的時候 我們大家都吃過紅燒牛肉片 紅燒牛肉片就是這樣的產物 就是要台灣的老兵 然後想念四川的食物 然後在台灣發明的牛肉 發明的 而且他要用四川皮線的豆瓣醬 那在中國大陸是沒有這道菜的 那大家吃了以後覺得太好了 就是它就是一個融合嘛 所以在台灣 鋼山的豆瓣醬為什麼這麼好 因為就是四川皮線的豆瓣醬 就是那些老兵下去做的 所以它所有東西都是融合 那融合以後 它才能成為 站起來重複的最大力量 看這個讓我想到 以前我們說共產黨怎麼樣 美國南北戰爭死了很多人 可是他們和解之後 北軍對南軍的李將軍特別禮遇 蓋了很多學校 要以它作為紀念 共產黨今天對國民黨有這個氣度 我們感覺到這個國家是有希望的 因為這個國家傳承下來的紀念